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少拍了影片给大家 因为没有新的楼盘推出 而且市场现在冷却了一点 亦有客人问我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大型的屋苑 推出来呢 刚巧这个推出来就是Anthem 推出一个Georgetown 现在在Suri的 接着是Suri Central的位置 现在这个Georgetown 其实是叫2的推出 因为大家看到1已经卖了 下个月就会入住了 所以今次带大家看 这个将会开完的Tower 2 如果大家有跟开我的影片 我之前介绍过在对面街 有一个resale两房的condo 附近有SFU Campus 有City Hall 有一个大摩 亦都在发展张楼会UBC Campus 都会在这边 Hospital亦都在expand 所以这边的发展是非常之好 将来会越来越多人住 现在Anthem在这里发展 其实可以说是Anthem 最大一个master plan 在这里的Suri 我想亦都可以说是 比起其他developer 都是一个比较大型的master plan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走开 继续看我的影片 我现在立刻进去Sell Center 给大家一些资料 我进来Georgetown 2的Sell Center 其实分了几组地方 这边是整个Anthem master plan 的9栋都会在这里的area 待会后面可以展示 正在现在卖Tower 2那里 另外有一些screen 可以看到view 可以看到floor plan 然后还有一个studio 和两房的单位 都可以展示给大家 所以这里的overview来说 现在第二栋在Central Avenue 和Wali Boulevard 这个就是开卖的 它后面那里 近一点的King George Boulevard 就会是Tower 1 所以现在你就会看到 整个community 一个master plan 它很近就会有些retail 有些outdoor space 我可以再在电视机 再show多一点给大家看一看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 电视机那边的master plan 平面图 我们过来这个电视机 首先可以给大家看看 master plan 你就会看到它的location 其实这个就是 Central Suri的sky train station 它会隔了两条街 才会是这个master plan 所以其实是 跟sky train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些声音 你不会担心 住到好像旁边 你会很吵 常常听到sky train的声音 除了有sky train 这里其实都已经有 SFU的campus 然后对面 这个central city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之前我有介绍一个seri condo 其实就是这里附近 也了解了这个mall 其实是很方便 很多东西可以买到 如果你要吃中餐厅 这里有一间叫凤鸣 大家也可以试试喝茶 除了SFU 其实再向这边南边 将来会发展一个ubc campus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的发展 所以整个city或者这个area 将来会很蓬勃 也会有一个hospital 会在扩张中 就是说更多medical staff 将会在这里上班 也可能有需要住在这里 即是投资或者自住 你买了如果是投资 应该出租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地方 所以这幅tower2 其实看着这一边是向南的 这边是向西 如果你买这些 就会看整个master plan 那些建筑 如果向南 你会看到 这个是future tower 现在就没什么 不过你可以试试到 其实这一边 只是五到六层高 意思是看南边 你可能去到六楼或以上 或者十楼 十楼或以上 你就会有一个open view 你也可以试试到 将来发展些什么 你就不需要担心 无故有一栋阻挡住了 所以稍后可以再试试给大家 看看这边的floor plan 就可以focus在这里 向南这边的单位 现在看完这个图 我就可以带大家去看看 只是focus 我现在将会卖的tower 2 因为发展商 弄了一个大的model 可以看到整个structure 以及它的层性有什么 现在来到这里 在我身后面 就是tower 2的model 我们可以首先 由concierge开始讲起 concierge在这边 就是对着central boulevard 你看到它有个入口 然后进去就有一个concierge 这个有on-site的 时间还未 confirm 不知是24小时还是office hour 在concierge后面 其实当然有partial room 和mail room 然后同一层 其实有一个co-worker space meeting room 和gym yoga room 在level 1 它的amenities 总共有三层 到第二层的level 2的amenity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outdoor space 给你可以做barbeque 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in-door social lounge 亦可以做卡拉OK房 亦可以做卡拉OK房 亦有game room 还有一个kitchen 在那里 所以整个amenity 加上三楼 会有多一些outdoor space 差不多有1,000尺 一个amenity space 三楼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outdoor space 它叫community garden 你可以种植物和outdoor lounge 总共有31层 这边其实就是向南的单位 向南的单位有什么呢 就可以看到这里了 向南的单位 其实它有500多尺的一房间 两个studio 这个是差不多400尺 还有两房间 一个corner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 有一个show room 是这个studio 还有另外一个两房 最大的两房 其实400尺来说 你听到可能是觉得不是很大 但其实进去看show room 它的感觉是OK的 所以如果你说投资 我觉得这个OK 因为向南也不阻挡 它出租的租金也不差 所以可以待会带大家 进去看看show room 所以刚才说完这些座大厦 其实前面有个retail plaza 就是有个restaurant 可以进入进去 还有其他有得在外面 可以逛逛多一点空间 然后这个retail plaza后面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草地 green 所以如果你要做运动 或者放宠物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很大的 现在看完这个model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show room 我们来到这些show room 就是一个两房的单位 我们先看看两房单位 它是一个D1 plant 就是他们有的最大两房单位 in-door space有784尺 out-door space的balcony 有差不多120尺 总共有900尺 我们可以进来看看 我们先进去 进来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foyer 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大 就是放鞋、挂衣、或者storage 因为这个位置也算是大 这些很漂亮的架 就是display item来的 当然它本身是有一些架 给你用来挂衣 然后我们经过这个how room 这里就有一个heat pump 然后有一个厨房 就会是linear的形式 全部单位都会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直的 没有island 没有其他有island 这第一个柜在这里 它有一个柜可以让你摆 pantry的东西 它所有appliances的package 就会是24寸 这个就是冰箱 你会看到尺寸 其实不是非常阔 就是足够 因为它的单位 其实是2分700多尺 如果你两个人住 可能差不多这个就够用了 appliances 都是主要用Fulgar & Milano 除了speed oven 是Bosch 和AEG牌子 叫Hoodfan 大部份都是 Fulgar & Milano 你会看到它这些 quarse的counter top 那些桶子 全部都是soft clothes 它就用了single sink 加上这个mat black的水龙头 现在大家所见到这个单位的颜色 是black的color scheme 它就会在这里有个洗碗机 这个位虽然它没有了那个island 但是它就可以给你flexible 可以摆一张dining table 现在只是摆6个人 如果你辅少少加多前后 可以8个人坐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这个dining area的位置 算是挺阔落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700多尺的单位来说 它这里楼底是8呎6 所以感觉不是压迫 而它这个看电视的阔度 我觉得正常接受到的 它用了这个电视机的size 其实是not bad 这个就是一个display item 所以我们可以先看看 它现在叫做primate bedroom 就是在这一边 这个我现在放在一个queen size bed 所以你会看到前面这个行路 也很阔落的 旁边有两个床头柜子 都是display item 然后这边呢 向北的 那你就会看到其实 个view那些都很漂亮的 所以如果你高层那些 就会更加漂亮 更加开阳 是的 那去到这一边 其实是有个closet位 它现在拿走了两道sliding door的门 就是本身有sliding door 就告诉你它的space有多大 它的阔度 你看到它都长 而且都算ok深的这个位置 那原来去到这边 就会有个套瓷洗手间 就是single sink的 也有个medicine cabinet 都很大的 就是都放了很多东西 这个位置都够用了 然后有一些大的 很大的drawer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对了 它primate bedroom 这个洗手间 就会用了一个walk-in shower 就是黑色的color scheme 所以它用了黑色的faucet 我说完的primey bedroom 现在可以说个 第二个bedroom给大家看的 虽然它不是on suite 但其实整个洗手间 只是在旁边 所以也是算方便的 在洗手间外面 也有个linen closet 是让你用来摆毛巾 放下一些shampoo conditioner 我首先跟你说了房间 先说了厘米 它现在这个 明显上是小一点的 因为它同样都是 放了queen size bag 但你看到它中间这里 就是可能刚刚好 你一个人摄入去 这样去开窗或是关键 那就是短一点 阔到就 可能差不多都放到床头位 但是因为它短一点 它整个closet位 这个是closet位 都会是短了 深度都有的 所以它现在 它是放了一张 它设置了一张office 小小的office 你可以自己改造 没有upgrade option 这个是做给你看 说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是需要一张书桌 你可以用这个位置 就不用来做closet 而这个 第二个bathroom 同一边都是一样 single sink 这个就会是一个bath tub 没有shower 而且这个就会变成一个mirror 就不是一个medicine cabinet 而这个发展商Georgetown 2 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每一个单位 都有自己的balcony 都算大的 好像这个单位 它的balcony是一个120尺的 其实是算长的 你会看到 它放了一些outdoor furniture 你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看看风景 它也可以BBQ 但是BBQ只限于 propane或者电 因为这一幢大厦 整幢大厦都是没有gas的 看完这个差不多784尺的两房单位 我们可以去看看接近400尺的studio 都有惊喜的 因为你听我的400尺好像很狡猾 但其实它显示出来是不错的 我觉得可以去看看 这边的studio 例如A1 plan 就是向南的其中一个向南的 你会看到它是长形 它是内部空间接近400尺 外部空间 看看哪个弧形 就差不多70多尺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首先进到这里 其实一看进去 你会看到很开扬 整个景 你不会觉得 很小间很合习 因为它完全没有什么 wasted space 因为它一进来 这里它都给一个全大厦 其实刚才两房屋 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这一只 是ventless 所以它现在有个全大厦 设置一个studio 这个尺寸已经不错了 然后另一边 就是一个 single size 就是我觉得 小小的衣柜 放鞋的 然后我现在 站在对面这个 其实就是洗手间 它的洗手间 它有一个medicine cabinet 它有点像是primary bedroom primary bedroom的medicine cabinet single sink 它就会变成用洗手间 这样就没有bath tub了 这个设计 现在很多人都不要bath tub了 宁愿要洗手间更好 它现在这一边的 Linear kitchen 跟刚才的也是大同小异 只是没有了那个pantry 摆杂货的位置 所以它其实整个 不会觉得它因为studio 所以变小了一些东西 就是少了一些 但它整个kitchen都是这样 跟刚才的差不多 它这一边 中间位就是变了一个睡觉位 它这一边都是queen size bed 而这个架 这个frame 这个是murphy bed 其实是可以拿起 扣上去 那就是frame是包装的 matrix 你就自己去选择了 因为matrix 每个的选择都不同 你自己选择自己的 所以是这个包装了 不包装的 就是旁边这两个柜 这个柜 另外一边是发展商 现在加进去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 不过它就不包装了 那么衣柜就会在这边 那你见到它其实位置都很阔的 这里有个位置你可以走 然后呢 这里有sliding door 给你去做一个closet 所以如果studio来说 它的size都不错 所以去回 如果你睡觉 你可以就抬起来 那你就有很多空间 在这里可以用了 然后去回这边 就会是看电视的 所以这个阔度 跟其实刚才 两房的阔度 好像是一模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不会觉得 因为studio而窄了 所以现在看下去 其实是一间 400尺的酒店房 就是比酒店房好 因为酒店房没有kitchen 所以它整个package 如果你是投资者 你可以买来投资 现在这个市场的租金 我想studio来说 你1800、1900 我想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一房已经超过2000元 所以那个return 是不差 因为它现在的 starting price 差不多是upper30 即是30多万 去到40多万 depending on 楼层 所以大家如果想着投资这个单位 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去到这个楼层 就没有刚才那样长 但是你要摆外地的装置 加上BBQ楼 其实也是足够的 你也可以请三、四个朋友上来 一起BBQ 聊聊天也不错的 所以现在两间show room 都展示给大家看了 我就可以开价 告诉你 他现在做的什么 promotion 这个Georgetown 2 楼盘的资料 大部份都和大家说了 现在可以说 我开价给大家看 还有他现在做的什么 promotion 或者program 因为他现在做的一个 就像之前 在BBQ楼有一个Ginju 它就有一个one price program 就是由10楼到20楼 其实价格会是一模一样 当然这个会是抽签 或者你快点联络我 去帮你去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楼层 另外21楼到31楼 它就是做一个叫做有一个credit 它就不是one price 但是价钱会减了1% 而它的assignment fee 就会很便宜 就是1000元而已 因为如果10楼和20楼的one price program 它的assignment fee会是5% 所以如果可能大家听下来 one price program都价格 但是其实如果你想买高层 跟现在买 尽早买 你有credit和assignment fee 万一你要留花转让 是价格很多的 所以它现在的价钱 studio 刚才说了 就是upper 30万 如果是10楼至20楼 这个是一个价钱而已 如果去到21楼 再高一点 就会是low 40 即是40头 越高就加钱上去 然后一房那个 就会是upper 40万 这个是10楼至20楼 如果21楼 以上就会是low 50 即是50头 所以如果两房 大家都是有兴趣的 刚才看完两房 它低楼层10楼至20楼 就是60多万 去到高楼层 21楼以上就会是70头 开始去这样计算的 它现在就会发售21楼至31楼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个 development有兴趣 就快点联络我 我可以帮你争取 因为之前 我也试过帮客人争取到 Ginju那边的one price program 真的很难得 因为每一个楼层 可能你要studio 只有两三个 你要再抢 其实可能只有20个 所以拿到单位不是一件二字 但是我可以尽量帮你们 所以如果有兴趣 可以立刻WhatsApp我 我可以给大家更多资料 我可以再给大家更多详准的 Fall Plan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这个视频 喜欢的可以like share出去 然后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小铃铛 我将来的影片你就会收到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Bye Bye by bwd6